紀元子少年之後 製作人三人熊次之八千萬 再次打造選秀節目《未來少女》 這次還找來黃子嬌和徐若萱 分別擔任少女主理人和製作人 5號舉辦記者會 開場時幾位選手突然跳起這首歌 根本掀起了嬌哥的回憶 這個歌我太熟了 我必須說 還是SOS跳得比較好 這歌不像個慘 他們一定還有別的舞台可以表現 這歌他們一定是被逼表演 突然聽到十分鐘有練來的慘跳 三哥就是很皮 當年那個 這個歌我是做寡藍熟 很熟 老實說真的SOS跳得比較好 也謝謝三哥 二十幾年沒找我做節目 那時候因為我們分 我是算偉中幫的天敵嘛 就是愛情事件之後 詹哥就再也沒有找過我做節目 我以前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小詹 那沒想到現在終於是 對我來講是另外一個立場碑 好像跟詹哥也和解了 就是他終於 他終於做了那麼多節目 二十幾年了 我那時候做他節目說他就是個小弟弟 大利就是個小詹 對 所以對我來講意義不一樣 What's that? What's that?